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24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万维读报 我是Cherry 本周一 中国股市依旧走势低迷 令股民们哀鸿遍野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沪深300指数下跌1.6% 收于近5年来最低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 现在接近2009年以来的最低收盘点位 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表示自己亏损 并为今天的股市表现难过 此前中国总理李强强调要维护市场信息 而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要求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网友担心胡锡进作为有名的大V 如此论调直接叫板中共第二和第四号人物 唱衰中国经济会不会被追究 股市走衰令股民哀鸿遍野 包括去年高调宣布自己进入中国股市的 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 他在微博上写道 老胡为今天的股市表现难过 他在另外一条微博中表示 老胡挖别的信息 下边的评论全是说股市的 可见股市暴跌在股民中的震动有多大 另外股市连跌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资本市场 对整个经济的信心和社会综合信心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我个人认为这已经是当前防范金融风险和提振社会信心的一个紧迫项 大量网民在他的微博留言 有人说你是唯一一个评论股市不会背信的大V 谢谢您能够反映大家的呼声 还有人说为什么全球就咱们一加跌 这是个重点 有网友说现在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要求畅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胡锡进现在却反对中央精神 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唱衰中国经济 给外国递刀子 会不会到时候为了整肃舆论被拿出来记刀呢 1月22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投书《华盛顿时报》 以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为题 撰文写道 台湾并被中共领袖和官员所宣称的中国一部分 历史从未替两岸统一背书 这只是中共为了夺权所捏造的虚假论述 中共能否实现统一台湾 取决于台湾、美国和区域国家的行动 只要自由阵营集体嚇阻中共 中共就会退缩 应从宣布台湾是自由、独立的国家开始 蓬佩奥表示 在台湾大选前夕 习近平为了让台湾人民相信历史事实促成两岸统一 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多次声称 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但事实恰好相反 统一既非历史性也不具必然性 仅仅是中共官员为了夺权 而对不懂历史之人灌输的虚假论述 他说 要不是中国历史书 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全被毁掉 齐先生就能读到这段事实 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蓬佩奥解释 台湾曾被许多列强统治 除了中国几个王朝外 西班牙荷兰日本都曾占领吞并及统治台湾一段时间 但这些国家都未对台湾提出所有权主张 这是理所当然的 最重要的是 中国从未统治台湾 中国对台湾的主张并非源于历史 而是毛泽东 毛泽东原先并不相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还曾在1936年说 中共将为台湾人民争取独立提供热情的帮助 历史并没有为习近平的统一愿景提供任何理由 没有人应该被中共臣服空洞虚假的主张动摇 蓬佩奥指出 台湾透过独立地位和聪明才智 创造世界上最强大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台湾的自由和繁荣从根本上反驳了 北京希望强加在其人民 甚至这个世界的治理模式 而这正是习近平及其官员忌惮的地方 同样的恐惧驱使习近平镇压香港 而他干预台湾选举对台展示武力 也是想透过日益激进的行为 及对台湾基础设施的攻击 让台湾人相信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接受统一 台湾近期的选举结果证明必然统一 仅是大而无当的说辞 蓬佩奥续指 中国能否实现统一台湾取决于台湾 美国和区域国家采取什么行动 美国应该先宣布 台湾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 中方已撕毁当年华府和北京签署的 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美方合并假装公报依然有效呢 蓬佩奥提到 自己在2022年3月首次以普通公民身份访台 即证明中共称台湾 是中国领土仅是一派胡言 因为他早在国务卿任内就被中共制裁 禁止入境中国 现在仍安全降落台湾 而这次访问反映一项重要事实 唯有选择不随近敌人 并在捍卫自由时决不让步 才能捍卫真正重要的事 美国和印太伙伴和盟友坚定 且持续地捍卫台湾自由 必须成为嚇阻中国战略的核心 当台湾人投票选择一个 由自由定义的未来时 美国应该向中共表明 我们和盟友必将确保 这个未来成为事实 中俄朝一正在逐渐形成 冷战时期的准军事同盟 对自由世界构成巨大威胁 1月24日 北约组织展开冷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演 现在有一艘美国战舰 实力港口跨越大西洋 前往欧洲与北约盟国共同参演 今年4月是北约成立75周年 据法新社报道 北约表示约9万官兵将参与 2024年坚定捍卫者军演 这场演习长达数月 以测试北约面对俄乌战争的防御能力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卡沃里指出 2024年坚定捍卫者军演 将清楚展示我们的团结力量和决心 以保护彼此 我们的价值观 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法新社指出 这场军演旨在模拟31国组成的北约 如何因应像是俄罗斯等敌人的攻击 这场军演由规模较小的 一系列个别演习组成 范围将横跨北美 至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北约东翼 这场军演将有大约50艘海军船舰 80架飞机 及逾1100辆战车参与 在此前的1月16日 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表示 今年上半年举行的 坚定捍卫者演习式冷战结束以来 北约组织最大规模的部署行动 而英国届时将展开 近40年来最庞大的地面武装部署 他宣布英国将投入约2万名军事人员参加北约坚定捍卫者演习 并扮演领导角色 英国国防部表示 海军将部署总计8艘最先进战舰和潜舰 以及超过2000名水手 搭载第5代战斗机F-35B的伊丽莎白女王航空母舰打击群 将与盟友一同在北大西洋、挪威海以及波罗的海行动 此外 超过400名海军陆战突击队员将在北极圈与盟军两栖任务小组一同演训 空军同样将精锐进出 部署P-8海神式海上巡逻侦察机F-35B等 并将模拟真实冲突场景 与实力相当的对手在空中演练威胁处置 验证阁阻与防卫能力 在陆军方面 今年2月至6月期间将在东欧各地部署约16000名武装部队成员 以及坦克、火炮、直升机等 特种作战部队也将参与演训 夏普斯还指出 北约31个成员国和瑞典都将参加坚定捍卫演习 他并再度呼吁北约各国落实防卫预算至少达GDP2%的承诺 根据北约最新估算 去年达成GDP2%低标的成员国仅有美国、英国、波兰、希腊、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 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等11国 俄乌战争长期胶着 每日都有大量乌克兰军民伤亡 正在墨尔本举行的澳洲网球公开赛日前发生一段意外插曲 来自乌克兰的少女网球选手科特亚尔在比赛结束后 上前向俄罗斯籍对手明切把握手致意 不料这一举动引起乌克兰民众的愤怒 甚至谴责科特亚尔叛国 乌克兰网球协会将对此展开调查 重得怒火 科特亚尔的父亲因此发表道歉声明 表示她的女儿犯了一个错误 她自然而然进行了赛后握手仪式 没有意识到球网后面的对手代表的国家向她的祖国发动攻击 她还说 丽莎对这个错误感到后悔 也向我们保证绝不允许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据了解 乌克兰网球协会正针对这起不愉快的意外进行调查 乌克兰体育部长毕德尼表示 内部正在了解选手握手的原因和当下的情况 随后将对此表明立场 推特平台则有不少网友为科特亚尔报区 认为她展现了政治之外的体育精神 赞赏了她的勇气 希望以此为正在进行的战争输入缓和的氛围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